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種語言 你可以掌握其他種語言 講得好不好 其實語言只不過是用你表達的 很多時候你表情答夠都OK的 就算我英文不是那麼好 但我都用意去嘗試 所以很多時候都撞板 這些就是自我安慰的說話 大家千萬不要學這個翻臉教材 大家努力 Hung Sir Polish 你的Language 你懂得多少Language 我不懂福建話 你贏了這個 真的 溝通呢 如果你真的學得不太好 或者不完整 嘗試是很好的 但嘗試出差錯 你會永遠記住那個字 這個更好 好像剛才我聽我的朋友說 他講英文pass away 怎樣用 我們叫他示範一下這個造句 對 曾經一次我和我兒子在商場 我跟他說 你看不看到那個小丑 我兒子就問我 然後我說 There you see There you see There you see Just pass away Pass呢 就是過了 Aware就是遠了 是對的 沒有錯 Pass away是剛剛經過的 照字面這樣翻譯是沒有錯 當然不對 Pass away的英文是甚麼 拜拜 去世了 去世了 其實應該怎麼說呢 你 He just Aware pass Pass by You see the class Just pass by You see the class 小丑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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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哈哈哈 剛剛 天氣不要哀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 因為語言上 學一些外語也好 學自己的語言 好像家話 福建話 都會罵一些笑話 對 或者你去一個地方 你看到那些牌子 不是那些告示牌 是有翻譯的 但是那些翻譯完全是錯了 無論是中文回到英文 或者英文回到中文 都很好笑的 你有沒有拍過類似這樣的告示牌 可以貼上小丑的Facebook 給我們看一下故事牌的機構 對 或者曾經因為某些語言 而搞到你出醜的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沒錯 039533366 或者留言在這裡給我們 多謝 欸 我想要進步了 不是Pass away Pass by Pass了 還有今天你為何要搗衣衣服 穿的 只差了